大家好 现在我去采访一下曹哥 他会说明一下在清迈接种新冠疫苗 科兴的一些问题 现在这边有科兴 像大使馆是免费的 然后但是要预约 现在第二次已经结束了 估计第三次很快会来 然后还有一种是莫德纳 但是那种几乎预约不到 然后很难预约 今天打的那个疫苗今天还有啥感觉 今天没啥感觉 就是一直也没感觉 一直也没感觉 昨天没感觉 昨天我没说就是因为前一天休息不太好 有点困 对 昨天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休息不好 所以有点困 再一个 就说实话 你就接种这种疫苗吧 确实在接种之前 你还是有点这个 紧张 紧张那个成分在里面 也紧张 因为 扎一针 对 好像小学毕业 二十多年了 就 没再没注射过这样的 这样的肌肉肌 小时候也是 他打哪 就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 对 对 就是二十几年没咋过这个 再一个就是 这个疫苗咋说呢 就是 你现在这个 信息科技太发达了 就是我们接受外界给我们的这个 信息量太大了 嗯 就是我们很坚定说 中国科型疫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由于外界给我们这个信息影响 嗯 你多少心里边还是有点担心 就是说 这个疫苗真正接种完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 或者说 会不会自己就是那个 对这个疫苗 就会产生这个副作用的那个人 所以都不确定 因为可能我们也很长时间 没有去真正 给自己做过体检呢 或者是 嗯 就确定 就真正 确定说自己没有任何慢性疾病在审上 或者怎么样 所以还是有些担心 有点紧张 是肯定的 嗯 那时候也好预言好 我知道 刚开始开放预约的时候 我看好像一下就没了在网上 呃 这个第二次预约也是一下就没了 这是第二次了 对对对 但是很好预约 应该是 中国使馆要把所有什么留在群外的这些中国人 一定会他都完成 肯定会都完成 这样吧 对 嗯 第二次预约和第一次预约大概间隔时间 也是二十天 半个月到二十天左右 也就是说第三次也会马上开始 是五千五千人是吗 每次 嗯 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嗯 嗯 因为嗯 他毕竟是用这个泰国医院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基础设置啊 用泰国医院这个地方和泰国医院的设备 那泰国人嘛 他 对吧 他这个办事的效率啊 或者每天的接诊量他就那么大 大概我看了一些就几十个人 可能六十个人左右 就能打几十个 对六十个人左右 因为他要分时间段到八点到九点 九点到十点 十点到十一点 然后 嗯 你去的之前你还要排队等待 然后一个过程 过程当中 他其实挺挺比中国好在哪呢 就是他服务还是还是挺好的 比国内可能 可能我了解国内扎疫苗可能没有这么细致 就是你扎之前呢 他会给你测血压 就是简单的检查身体 然后扎 扎这个疫苗 接种完了之后 他会有一个半个小时的一个观察期 哦 他半个小时来观察一下 对对 你就算你要在那静坐半个小时 过了之后呢 就是他还是有一个体检的一个一个 就是在你在你观察期结束之后 你确定自己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任何其他的排斥反应之后 他还会给你再检查也是这个血压 或者什么样的 然后确定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才可以离开 所以他这个过程很长 哦 对吧 所以说他每天的预约的接种人数 也是只有那么多 哦 对 那是咱们中国人跟外国人还是分开的 对 我们自己的专业专门的一个 一个绿色的通道 就是我们早上去的是有一个 专门给中国人预约的一个等候大厅 然后整个曼谷医院的八楼 是专门为中国人进行疫苗接种 所以挺给力的 咱咱中国大使馆做这个事确实挺给力 他们泰国人或外国人打还得花钱 花钱 好像是一千株 也就是人民币两百多三百多这样 嗯 这外国人挺羡慕 这样一个新冠疫苗接种的一个说明 一个说明 对 还有要打两针是吗 还有第二针 对还有第二针 间隔是21天 这个跟国内一样 21天之后再接种第二针 嗯 它是说明书 对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这个第二针的这个 一个二维码 一个预约的就是预约的证明 这个是去打第二针的 对 对 然后号码拿着这张单子去打 这样 对对对对 它会在这个这个接种说明里面 很详细的说明什么是新冠病毒 这个什么这个疫苗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疫苗是怎么制作形成的 包括一些接种疫苗的注意事项 跟一些那个不良反应 如果会出现这种这个 排斥和不良反应的时候 要及时通知你怎样及时就诊呢 或者是或者一些 其他一些注意事项 这个还做的挺周到的 就是说白了 其实泰国的医疗技术还是不错的 泰国医院的服务也是很好的 就是中国的科兴疫苗 加上泰国的这种医院的服务 就把它拼在一块就特别好 这边医院是不错 我以前去过曼谷一个曼谷医院 但是人看牙 都国际医院 咱们新冠这个科兴是灭活疫苗是吗 对 科兴是一种灭活疫苗 我先开始不知道 我先开始还以为它是真的活病毒 然后他们在打架 然后再消灭 再有抗体了 再产生抗体 我之前都不太了解 这上面说的 它属于一种灭活疫苗 是由就是用那个被撒死的 这个病毒的这个原病体 然后在里边就是提取制作的那种医院 所以说它是很有针对性的 这样 它感觉也比较安全 因为它已经杀死了 没问题 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存在这身上 像昨天你有点就是也有点犯困 可能有的人会有点发热 对 有的人会有点发热 但是医生会有一些医组 就是如果你出现就是轻度发热 和这种就是类似感冒发烧这种症状的话 我自己去买两瓶那个博士系统 去三个一两瓶买两瓶博士系统吃了就好 退烧 对 退烧退了就好 好的 谢谢你 好 ok ok 家人们点个赞 万水千山总事情 点个订阅行不行 要想小鱼视频好 评论转发不可少 订阅点赞稳定更新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关注以及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